剛剛檢方又提抗告了 有什麼想法嗎 七號下午走出市令地院 國民黨前中常委蕭景田 被指控是林姓兒會選案幕後監主 生押停後 以一千五百萬元交報 檢方再提抗告 最後被高院駁回 原因是蕭景田被禁止 跟本案被告接觸 如果違反命令 仍然可以羈押 而也就是這一點 成為檢院攻防 檢方就是擔心 蕭景田私下接觸被告 影響案情 是為了確保共犯 或證人受被告的影響 而去更改之前的公署 並非裁定理由矛盾 還原蕭景田 法律攻防站 他這個月三號自行到案後 遭檢方生押 法院裁定八百萬元交保 檢方提起抗告 加高保金 以一千五百萬元交保 檢方再提抗告 直到十號遭高院駁回 不得再提抗告 為液金台灣高等法院駁回 且不得再抗告 本署將持續積極偵辦此案 搜集相關事證 他必須可能會有另外一波的舉動 最少都必須可能要有 再行傳喚的動作 因為至少人要到案了 那才有羈押的可能 檢方沒有救濟管道 代表蕭景田就不會羈押嗎 金周刊獨家揭露關鍵影音檔 事件是否已經掌握 沒有證實 但如果有新事證 同樣可以針對蕭景田發動 第二波搜索 如果蕭景田在案件的過程中 跟其他人接觸 能有可能再次被裁定羈押 至於高院是否發回地院重新審理 高院則回應 等待何一廷依法審理 蕭景田會選案 隨著檢院重視 真相將越來越明 敬心如專輸 貫好賣贈我了 立刻上載 敬心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